大家好,我是小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昨天我就是才发了一期就是关于这个小麦收购价格在一块四毛五的时候啊,几乎没有什么农户去粮食收购站售卖的,都是拉回家存起来啊,小心观望这个小麦价格,希望它呢,再往上涨一涨,但是就在今天呢,我听说这个小麦价格又掉价了,不但没有往上涨,反而是又往下落了,那这有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赶紧去这个粮食收购站看一看, 吃了这么一大堆了,今天又来卖小麦了,看现在是啥下去,哦,也可干了,上几点正会没什么啊,不知道啊还是不掉了,上几点老板正会没,一块三,一块三不是啊,一块四,这一块三一个嚇一跳,我这都又加进了,一块四正会是吧,水分得多少啊,收个一下,收个一下的,下几点一块四正会是吧, 这有烙鸭 是 老鸭都联合一点的 哦 就是联合一点点了 都联合一点都老鸭 老鸭它有烙鸭 卖了全价格 这都显示 哦 十多 这十这会真不能 大地不得了着吗 是吧 先说有一大堆了 这里应该是比较干一点的 干一点的小伙伴 现在又落架了 四毛千了 这个气挺干的 你这手里不收了 装作也凉扯了是吧 都 那手里不收了 那说这两天卖一点多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前几天那个小麦收购价 还是在一块四毛五 粮食收购那里 没有多少农户来卖的 大家都想着 再涨个五分钱 咋说吧也能涨到一块五的 结果是 等了两天小麦价格 竟然又往下落了五分 这不就像刚才那位大叔说的啊 从昨天开始降价 就有好多好多人来卖小麦了 这个粮食收购站 一天就扛走两大车 库里面也是又堆了好多 而且这个水费大的小麦啊 人家也是坚决不要的 这就是要拉回去 这个湿小麦又要晾晒 之前价高的时候 湿一点的小麦也是会收的 在昨天的视频呢 还有很多朋友啊 在评论区说不能卖 往后呢 这个小麦还可能会涨到两元钱一斤 但是现在看来啊 这个价格估计是要泡汤啊 而且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啊 卖落不卖涨 现在一掉价啊 大家都赶紧来卖小麦了 就怕它会掉的更厉害 我们在网上看到其他地方 可能人家那个小麦啊 都是收到一块五毛多 或者是一块六毛多了 但是我们这里最高的时候 这个价格也没有说是收到一块五的啊 更别说现在是又掉了五分钱 直接掉了一块四毛钱 所以说这个农民朋友们啊 心里也是没底了啊 就算是卖落不卖涨嘛 啊也是都赶紧去卖小麦了 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对此大家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你们的那个小麦现在又是什么价钱呢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啊 多的留言好讨论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娜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关注一下我哟 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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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